來我自己本身 一曲同空心了 搞的話是這樣講完 大丁 弄得好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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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how it is like to be alone without you so i'm just waiting for the strike tear my insides in two till you show your bloody face getting to beat my tiny space i'm just waiting for the strike getting to beat my insides in two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10月26號然後是重陽節 所以香港這邊放假 這次crystal還特地send了那個google calendar 跟我說今天不用上班喔 那今天呢我打算盡量讓自己放空然後放鬆一下 但是我還是有幾件蠻重要的事情要辦 就是我等一下要去看房子 至於為什麼要看房子什麼的 我就等一下再詳細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我現在很想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最近買的入秋單品 其實我今天介紹的這三件我都已經傳過 然後好像都在instagram上面有發過了 這個是一個uniqlo的有點像 棉質的襯衫 那我通常穿它就是把它當作一個薄薄的外套這樣 那我特地買了一個XL 因為我想要把它當作一個很 慵懶然後很 就是對慵懶的秋天氣息這樣 第二件呢是我在ZARA買的一件牛仔外套 然後這件也是意外的 我很多朋友說很喜歡覺得蠻好看的 它是這樣子有一點短板的牛仔外套 這一件呢穿起來也是有一種慵懶感 然後莫名的有一點點小vintage的感覺 那我自己本身那個時候也是無意見逛到 然後我就試穿了一下然後拍照發給我姐說 欸姐妳覺得這件怎麼樣 然後我姐就是隔海跟我說 我覺得這件ok然後我就 喔好我就買了 我記得買下來好像是360塊港幣吧 就是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因為同樣的東西我在想如果去Levi's 或什麼的可能至少要上千港幣之類的 最後呢剛講完Levi's 我要跟大家看這個 這一件Levi's的外套喔 這件也是我試穿之後一見鍾情 我覺得非常好看的一個大地色外套 我會買這件也很有趣 其實因為我之前有需要買一件牛仔褲 所以我就去Levi's 那那時候剛好有一個第二件打六折的活動 然後我就挑挑挑其實沒有挑到什麼我自己很喜歡的 直到我看到一個店員這樣走過去 我想說他穿了那件外套他很好看 但是因為這個其實是男生的jacket 所以他的版型都很大 因為他們沒有XS可以給我試 所以就是店員還拖下自己身上穿的那個給我試穿這樣 Anyway以上這三件我相信我應該可以整個秋冬你們都會常常看到他們 那我現在要很快的準備一下我就要出門去看房子了 那我們就從Skin Care開始 那大家最近應該也蠻有感的吧 就是天氣開始變涼了 尤其跟去年比的話 我記得去年可能到11月底都還是蠻悶熱的狀態 所以今年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好了 因為我本身一直是一個韓國美妝護膚的愛好者 我覺得韓國在做Skin Care上面也蠻有一套的 因為我對韓國女生的印象就是他們的皮膚都超好 就是真的吹彈可破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是跟Gmarket合作 想跟大家分享他們最近的一個護膚盒子 這個是一個我最近才認識的brand叫做JJune 那因為他們最近已經要做一個非常優惠的套組 所以我想直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使用的心得怎麼樣 大家可以再決定要不要入手 因為我覺得你們等一下聽到這個價格之後 你就會覺得 就算你只是把它拿來放著放在家裡都很值得 這次最主要是他們有一個新的黃秋葵系列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 首先第一個是toner 這個是JJune的玻尿酸保濕爽膚水 它裡面有八種玻尿酸所以可以很好的補充臉部的水分 它的質地滴出來是 是一種透明但是有一點點濃稠的質地 那你如果這樣稍微溫熱一下 然後上在臉上這樣啪啪啪 它有一種很輕柔的香味 跟用可能什麼玫瑰水 然後你用在臉上會有 會聞到香香的味道就是一樣 一曲同工之妙 一般來說對於toner的要求 我希望它第一個一定要好吸收 然後第二個它一定要夠保濕 因為我們的皮膚邁入秋冬之後 它就會開始從底層開始缺水 即便是skin care 我都還是會希望 有一個好好的底 然後可以build up接下來其他 護膚品讓它發揮最大的功效 第二步呢就要從我們的箱子裡面拿出什麼 我們的 serum 這個是他們最近推出的新系列 也是我真的很喜歡那個系列 這個是黃秋葵綠質全效合一精華凝露 Aucara Green All-in-One Gel Essence 它的包裝是我目前最喜歡的顏色之一 哈哈 題外話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黃秋葵這個成分 這個成分呢是古代可能 你知道那時候還沒有美容院啊 大家還不能做什麼facial女神針之類的 那個時候的女生就會吃黃秋葵 來做一個像食補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幫助保濕跟緊緻你的皮膚 像我現在也邁入二十厚後代了嘛 所以緊緻的功能對我來說 越來越 越重要這樣 它的質地是一個很稠的 也是乳白色的凝露狀 你稍微推開之後它也是吸收得非常非常的快 你抹開之後會發現它馬上的吸收進去了 關於 serum的話 我最在乎的除了吸收之外 就是它會不會黏膩 因為我很不喜歡有些 那個精華擦上去之後它會有一種 有種 lub-lub的感覺 廣東話是這樣講嗎 那跟剛剛的toner一樣 這個一樣帶有一點點 淡淡的那種草本植物香氣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在夏天用的 精華跟乳液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邁入秋冬嘛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再多一點的保濕 那接下來第三步就會是這個玻尿酸的保濕霜 一樣打開之後 它是這種乳白色的霜 這個乳液很特別 它是一種水水的乳液 有沒有覺得它一擦上去你這樣子滑了 然後它就不見了 那這個裡面一樣有八種的玻尿酸 所以它最主要的就是鎖水跟保濕的功能 那最後一步的skincare就是我們的眼霜 那這個呢是JJune的高效緊緻眼霜 那聽說這個之前在韓國還賣到大缺貨 因為我是一個眼睛很容易拋拋的人 那我眼睛一拋看起來就會很沒有精神 大家有看到這個頭 它是一個很像金屬的小小按摩棒 這樣子一擠出來之後 眼霜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點在上面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給按摩進去 那因為這個金屬的頭它會冰冰涼涼的嘛 所以可以很好的有點像D-Puff 跟幫你的眼周在早上的時候做個按摩 這樣子的設計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的手不會直接的需要碰到產品 所以相較來說也比較衛生 那我的morning skin care就完成了 我本身其實皮膚也算蠻敏感的 但是我試用一段時間之後 都沒有過敏或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想如果你是正常肌膚到 微微敏感肌膚的話 這個都完全沒有問題 再來呢我們就來講一下這次的優惠套組 因為這真的是蠻划算的 除了我剛剛分享的四個產品之外 另外它還會有附一些他們家的黃牌商品 就是這些面膜 第一個是玻尿酸保濕面膜 裡面有八種玻尿酸 所以也是很好的保濕面膜之一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奧克拉綠色面膜 就是這一次他們新系列黃秋葵的 有點像緊緻面膜 那最後呢是他們家的招牌面膜 就是這個高效換量面膜 聽說這個賣出了一億張 一億張是什麼概念 這次在Gmarket上面有這個 JGIN的護膚禮盒活動 那它的原價整個加起來可能要 好像十幾萬含元吧我記得 但是他們這一次的優惠價是 九千九百韓幣 所以來我們大家要一二三換算一下 成港幣是多少 一二三大概六十七塊 六十七塊 你能process這個數字嗎 那這個是為什麼我覺得今天 會花蠻大一個 portion 的時間 跟大家講這件事是 因為這次試用完之後 我覺得還蠻適合 接下來賣入秋冬的時候 大家可以用 那再加上因為價格實在是便宜太多了 其實我上次看到KIT LIN 做那個E2 HOUSE的美妝盒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很誇張 我想說天哪 這麼多東西 然後才六十幾塊 然後沒想到他們連護膚品 都有就是做這樣子的活動 這次的套組呢是 11月1號到11月11號 每天早上香港時間的十點鐘會開賣 這次是限量五百份 然後每個人只可以限購一套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把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搶到折扣的東西 然後一起迎接我最喜歡的冬天 我現在很快的get ready 然後就要準備出門去看房子啦 謝謝Gmarket這次找我合作 那我也很開心如果有好康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講 好 ok 好 今天的makeup完成 要準備出門 因為我已經快要遲到了 跟房仲約好了 那我現在沒有時間好好坐下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要看房子啊什麼的 那所以我會先出門 然後等一下回家再跟大家講 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 今天的外套就是我剛剛說的 Levis的米色外套 那裡面是一件針織的上衣 跟一件白色的褲子 那搭配我BearBear的紅紅色包包 文字幕影響 好,我現在回到家了 然後想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最近又開始在看房子這件事情 就我搬進來這邊大概也一年半左右了 那我之前一直沒有想說要搬或是怎麼樣 是因為我不確定我會在香港待多久的時間 然後遇上肺炎啊 自己私人生活也有發生一些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因為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重新思考過我的人生 那我就打算可能在香港會再多待一段時間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想要搬到一個有房間的Apartment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覺得這樣子開放式的一個小套房蠻好的 就什麼都很方便啊 然後空間感比較大就不會有牆隔住 你知道嗎?你懂我意思嗎? 但隨著我之前work from home的時間越來越多 以及我在家裡工作就是可能拍YouTube啊 剪片啊什麼的時間變多了 我會很想要把我的工作跟可能睡覺是分開的環境 我知道這樣在香港聽起來很奢侈 就是我想要有一個就是自己的空間什麼的 但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對於住比較講究的人 就我吃啊或者是其他用的 我其實可以很隨便 但是住的地方我就會 我會願意多花一點錢 就是投資在這上面 因為住對我來說是就很重要 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有開始看一些 我現在這棟公寓的其他unit 但是這邊就我現在住的因為是港島區嘛 所以價格來說真的是蠻貴的 就是貴到一個我覺得我沒有願意要花那麼多錢 去犧牲掉我其他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就往其他的地區去看這樣子 以上就是一些小小的update啦 我其實也沒有想過我會在香港需要搬家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是要看我沒有看到喜歡的樓盤 然後價格我是不是可以負擔 以及就是我現現的現在的合約啊跟之後 反正如果要搬家就是很麻煩啦 所以還不是很確定搬去哪裡什麼時候要搬什麼的 但是不管有沒有要搬 我都會再做一個updated的room tour 就是我現在的小公寓 因為我把我的小公寓佈置了一番 我自己心裡覺得非常的非常的驕傲 所以我必須要就是share給大家看一下 不能只有我自己個人驕傲 嗯...yeah 大概是這樣子 倒入也是室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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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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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懂得了